纽约曼哈顿周末狂欢夜大爆炸 造成29人受伤 警方立刻封锁现场 还在距离爆炸点四个街区的位置 发现一个连接手机的压力锅 及时拆除爆炸装置 阻断了第二起爆炸 纽约警方经过一天一夜的调查之后 第一次承认这是爆炸袭击 坚称这是一起蓄意破坏刑事案件 而且多次重申 没有任何证据 将爆炸案与恐怖主义连在一起 尽管官方暂时排除恐怖袭击 但在人人自危的敏感时刻 纽约克依然是心有余悸 尽管这个曾在15年前 经历911袭击的国际都市 安保部队开始绷紧神经 然而年轻的纽约克都认为 生活本应该无所畏惧 面对恶意袭击 兵来降党 过日子 还是得及时享乐 他们没有经历的经历 其他人也没有经历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放松 有很多人都在内 袭击之后 纽约太阳照常升起 事件中受伤的29人已经全数出院 但传过并非水无痕 在理应保安森严的纽约联合国大会前夕 竟然有狂徒 明目张胆 向大苹果下手 不禁让人质疑当中是否存在保安漏洞